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靠佛的力量 所以上道大师不讲了吗 一切善恶凡夫 得生者 莫不皆称阿弥陀佛 大愿业力为真上缘 都不是我们自己力量 所以这一段 那么上道大师做出这种解释 就让我们知道 往生净土全靠佛愿力 不靠我们修行力 自己没有力量 既然靠谜佛愿力 就没有差别 就好像我们坐车 那如果说从长春到乌鲁木齐 这么远的距离的话 要靠我们老太婆走路 那就不能论了 这么远的距离 论你走路没法论 靠你走路的话没法到 那如果坐车呢 就是我一个下眼老太婆 和马拉松冠军 同平等到达 对不对 因为我们靠车的力量 所以不论 因为这个目标啊 太高了 从这个众生这边角度来讲啊 你没法论 比如说我们要过海 如果讲到过海的时候呢 要论只论坐船 不论我们自己跳下去游水 对不对 因为海太宽了 不可能说呀 我跳下去游过海 不论这一点 而我们呢 渡过深思海 到达极乐界啊 比我们现在这个海还要宽 所以如果想过海呢 只论坐船 不论我们自己游水 那如果想飞天呢 只论坐飞机 不论我们自己动翅膀 对不对 你想在天上飞 想论我们这个双臂 这个不可论 那我们没有这个力量 我们要到 往生到这么高的暴徒 要论只论阿弥陀佛 他也没这个愿力 不论论我们凡夫 所以要看就看阿弥陀佛 他有没有这个愿力 他有没有成佛 所以不再凡夫这辩论 那么这个也叫一向专念 往往我们会把眼睛呢 收回来 看哎呀我怎么样 你怎么样 你还没达到 他也没达到 都在凡夫这辩论 这个是错误的 像我们一个没有腿的人 没有腿的人呢 就不能论他走路 他要出门就要坐车 是不是这样 那么没有眼睛的人呢 就不能论他诗字 也不能论他呢 自己出门 自己摸方向 他要出门 就要人家牵着他 那我们在佛法修行当中啊 等于是没有眼的人 没有腿的人 为什么说没有眼睛呢 因为我们不能够明了 大乘佛法的甚深义理 我们两眼去黑 要到极乐世界啊 就靠佛的愿力 我们为什么说没有腿呢 我们自己修行啊 禅定无力 持戒无力 没有这个开发智慧 戒定会三学不能成就 就好像腿啊 没有腿一样 不能走路 那这样呢 也不论 不能论你 自己修行 要论 只论阿弥陀佛的接引 也好像一个人 躲在水里边 淹得要死了 你不能再跟他讲 想说呀 你这么挥动你的手臂 你那挥动你的手臂 他就不能论他有水了 要论只论有人 去把他救起来 我们也一样 我们是沉默在 这个烦恼的水当中 在三界的生死苦海里边 如果想要救出去 只论有人来救我们 如果没有人来救我们呢 我们只有堕落下去 所以若论呢 只论阿弥陀佛 不论其他的 那么英光大师 也有一个比喻 他这个比喻 也很有启发 他是说 一粒沙子 一粒沙子虽然轻 但是如果放在水里边 它会怎么样 支撑水底 是不是 那么大石头虽然重 如果放在船上面呢 可以呢 暗运彼岸 就说这个沙子也好 石头也好 他能不能是沉水 还是到彼岸 跟他本身的重量 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道理 沙子虽轻 如果自己不乘船 不能自己扶起来 就代表这个人 你虽然有修行 你虽然有功德 那如果你没有夜景晴空 你不靠阿弥陀佛 不能鸟生托死 石头虽重 如果乘船 可以到彼岸 代表我凡夫 虽然业仗重 如果念 那妈阿弥陀佛 乘上弥陀怨船 我也不会堕落三个道 还可以 往生西方 净土成佛 所以这个比喻啊 是很巧妙的 石头和沙子 是不是沉水 和他们本身的重量 无关 我们凡夫 是不是堕落三个道 和我们本身的业力 大小没有关 就看你是不是 趁靠阿弥陀佛的愿力 能趁上弥陀的愿力 业力再重 也可以往生 不趁弥陀愿力 罪障再小 也要轮回三道 轮回三界 六道之中 所以这一段文 是说明往生极乐暴徒呢 只论阿弥陀佛的愿力 不论凡夫的业障和罪够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要边念佛 边在那里悲叹 说哎呀 我罪障重啊 我心不清净啊 我够然啊 业障重啊 这样怕不能往生吧 你这样的想法 通通是在 不该论的事情 在那里乱讨论 浪费你的时间 应该呢 只看阿弥陀佛的誓愿 所以只论弥陀 不论凡夫 那为什么不论凡夫呢 有两点不可论 就是说不能论 你不可以论 没有资格来论这一点 那么从凡夫的角度来说呢 凡夫下列 不可论 你太下列了 你秉心啊 太黑暗了 没法论 比如说我们这个 一个房间 它是黑暗的房间 那么论这个房间呢 如果论它 它是百年千年 一片黑暗 如果房间里面 让它自己发光出来 是不可能的 这个黑暗的房间 要一片通明的话呢 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 必须呢 要靠太阳的光明来照耀 它自己生不出光出来 它体性黑暗 那么如果说是一个石头 你不可以论它说 诶 石头 你怎么不浮上来 我们可以说 这个树叶啊 你可以浮在水面上 这个可以论 那么石头就不能说 让它自己浮上来 因为它的体性呢 是堕落 沉堕下去 那么如果让石头呢 不堕落下去 那只有呢 坐船 我们凡夫啊 体性黑暗 体性堕落 所以呢 必须要靠阿弥陀佛的 无量光明 照破黑暗 必须靠阿弥陀佛的呢 红世月丽呢 往生净土 所以说呢 不论凡夫 凡夫这边呢 不可论 同时呢 也是从我们所要去的目标啊 太高远 太高尚 目标高远 不可能 因为以凡夫来讲 如果论的话呢 顶多可以论 我们修行五界是善 将来呢 敢得人天的果报 而到处大师说呢 这样的人就很少了 纵有人天果报啊 都因五界是善 而持得者甚息 所以论凡夫来讲呢 要论我们的本性 是堕落的 能够得到人天果报 就不容易了 那么人天果报 很激烈 相当于初三界 那就差得太远 那么相当于到弥陀的暴徒呢 那就是更加遥不可及了 比如说 以我们这个重生来讲 前面有个障碍 比如说一尺高 这个老太太也可以考虑 偶尔脚跨过去 使劲跨一下 那么如果一站高 可能就不敢论跨过去了 那如果说是 提一个目标 说到月亮上去 登月 如果要考虑登月呢 那必须要靠 必须要靠这个 靠这个宇宙 这个航空飞船 才可以登月 不可能论说呢 大家跳高 看谁跳得高 能跳得月亮上去 会不会这样讨论 这个不是境界吗 你跳得再高 顶多是一米 两米不得了了 那么月亮太高了 所以目标太高呢 不能论我们跳高 如果想渡海的话呢 不可以论跳远 海这么宽 我跳过去 你跳一尺 两尺 一丈 两丈 三丈 那就不得了了 太远了 就不谈跳远 也不谈跳高 如果要过海呢 一定要谈坐船 一定要 如果要登月呢 一定要飞空 那么对我们凡夫呢 我们所修行的力量 最多也是跳高 一米两米而已 你想到弥陀暴徒 就像到月亮上一样 那根本不可以讨论 那如果论我们的修行呢 顶多也是 就过一尺 一丈 两丈 这个小沟 如果要广度生死大海的话呢 以我们的修持力量 就完全不够 所以这样呢 一切 不从凡夫这一点论 目标 高远 是不可以来讨论 是不可以讨论 是不可以讨论 是不可以讨论